各位好,大腳板這次要為大家分享一個村公白紙天蠻燉魚頭湯 首先要清洗藥材,但果皮一定要刮走浪,否則非常稠 藥材藥磨浸泡半小時左右 藥材和杞子不需要浸,魚頭用水清洗 以下方法處理魚頭,用鹽,白醋,酒,再加水,把魚頭放進去清洗 然後用廚房紙把魚頭刮乾 把魚頭撲一撲粉後,就可以準備煎 然後就準備好燉中,把藥材逐樣逐樣放在底部 然後就把剛剛煎過的魚頭放在藥材面上 最後就把剛才放剩的藥材鋪在上面 然後把金華火退粒放進去 再把杞子鋪在上面 然後就加水,直至平過材料的面就可以了 兩小時後 喝之前就加適量的鹽 我頭痛一脈,川公八子魚頭湯就完成了 喜歡我這個分享,或者經常都頭痛的,不妨試一下吧 下條片再見,拜拜 下條片再見